老郭尝出了一口气 摸出能消解妖气的法药 涂抹在自己肩上 抬头冲着扁头喊道 小心哪 仔细看着怪物 最大的特征是长着三只眼 猛然一惊 这不就是小师弟在幻境中看到的怪物吗 四包等人这时候也回过神来了 各时发气想去击杀他 这怪物跟扁头纠缠在一起 滚落在地上 在地上翻滚厮杀起来 怪物的四条腿在扁头身上用力抓着 想要挣脱出来 但是扁头死咬着他不放口 怪物口中发出了疼痛和愤怒的叫喊 走走快走 毕青催促他们走 兴奉教追过来了 在这狭窄的洞穴里战斗 他们是吃大亏的 必须先出去再说 老郭为了不成为大家的累赘 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扁头 咬牙冲进了洞穴 吴家伟第二个飞奔过去 看着了在地上扭曲饭管的扁头和怪物 用长剑一剑刺中的怪物 长在眉心处的那只眼睛上 但是剑锋只插进了两三寸身 就被一道力量弹了出来 扁头抓住怪物中招后分神的机会 攻起下半身 猛然地往洞穴里面攒去 大伙都紧随其好 鱼灌而入 一口气跑出洞穴 想上去帮助扁头 却看到扁头跟那怪物一起滚落到山下的一片丛林里去了 扁头 老郭奋不顾身地要冲过去 四宝怕老郭出事 也跟着过去了 进入树林 放眼望去 尽是一片绿蒙蒙的 都是浓郁到了极致的瘴气 不光如此 两人奔跑的时候 愈发觉得脚下松软 很快就到了能把腿陷进去的地步 老郭痛脚了一声 把腿拔出来一看 脚上沾满了一种好像水质一样的红色生物 吓得急忙后退了几步 画了一张扶 试图往脚上烘烤 这些都是瘴气沼泽中孕育出来的低级生力 远远没有到成腰的阶段 即便是老郭这样的法力 用浮火也能将它们烤化 老郭不敢再深入沼泽 朝里面看去 扁头跟那邪物一起滚在了沼泽之中 扁头回来 哪里危险呢 老郭冲着沼泽深处 焦急地喊了起来 结果扑通一声 扁头跟那只怪物一起滚进了沼泽里 老郭吓得不敢出声 四宝咬了咬牙 朝着沼泽走了过去 虽然很危险 但是扁头是自己人 不能丢下它不管 结果刚一迈步 又听见噗哧一声 一个东西窜了出来 正是扁头 浑身上下都被绿水覆盖 急速地爬上岸边 上岸之后立刻划成了人险 一身狼狼地趴在地上 用力串着粗气 这空姐 生灵是不能用鼻子呼吸的 扁头之随之痒 是脱离之下的本能反应 扁头 你咋样了 老郭趴在他身边 为他抹去了脸上的绿水 那个怪物 被我杀了 扁头难难道 好孩子 厉害 老郭心疼地摸着他的脸 回去 大叔给你煮羊下水汤吃 四包祈祷 他还吃这个 上方洞穴前面的平地 传来了大豆舌 老郭推了四包一下 你快去帮忙 我在这等扁头恢复 好 四包飞快离去了 老郭从背包里 磨出了一颗药丸 为扁头吃下 扁头摇了摇头 挣扎着爬起来 对老郭说道 我去帮他们吧 你歇着吧 快吃这个 老郭坚持 扁头笑了一下 将药丸吞了下去 好点了吗 好点我们上去 这边不太安全呢 老郭撇了一眼 林子中的沼泽地 就在之前 扁头和那怪物 落水的时候 咕噜噜地往外冒着气泡 不知道是怪物没死 还是之前 他们在那里厮杀 惊动了什么习物 看着怪吓人的 老郭不敢久留 拉着扁头往前走 大叔 金姐 我给你长脸了吧 扁头笑着求表扬 别看他个头的 老郭心里很清楚 他的心情就像是孩子一样 当下故意瞪了他一眼 就这点事还来妖广 走走走 我带你立大功去 说完拉着扁头上山了 大叔 其实你是个好人 虽然嘴巴狠毒 不过人真的很好 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 切 我要你说呀 老郭发了个白眼 大叔 你以后少抽烟 少喝酒 你胃不好 也不要总是熬夜 看小电影了 切 你快别肉麻了 老郭摆了摆手 你别说话 你让我听听 上面是不是打起来了 大叔 你从来没夸过我 你今天就夸我一句吧 你 我说你今天咋回事啊 话还没说完 老郭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 转头看了一眼 扁头却是没有跟着自己 而是蹲在地上 表情很是痛苦 你咋了 老郭惊叫了一声 冲到他面前 见他双手捂着肚子 鲜红色的血液 从腹部不断地流出来 你受伤了 我看看 老郭说着就要掰开他的双手 往他腹部看去 扁头的手刚一拿开 肚子里的肠子什么的 就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老郭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失声说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 我下面受了重伤 腰神被破了 体内只残存一点腰力 控制着身体 现在 这点腰力也散去了 大叔 不碍事的 扁头抬起头 想冲老郭笑一笑 但是因为疼痛 五官扭曲在力气 像个孩子似的 撇嘴哭了起来 大叔 好好照顾自己 我本来 话说到这儿 他体内最后一点腰力也散去了 没法维持人神 现出了无功的真神 软软地倒了下去 老郭一把抱着了他 往身上看去 他整个腹部伤痕累累 肚子全被掏空了 触脚颤抖了几下 就彻底不动了 本来什么 本来什么呀 你他妈的给我说清楚啊 老郭抱着扁头的脖子 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最后 却变成了哭声 扁头啊 大叔我从来就没夸过你 你很棒的 你从来都很棒 今天要不是你救我 我已经死了呀 老郭嚎啕大哭了起来 扁头刚被他手养的时候 还只是一只三维蜈蚣 自己觉得 既然能到自己手中 那就是缘分 一直悉心照料他 从三维养到了七维 再找叶少阳帮他度计 修成人生 整个过程 就想看着自己的孩子 慢慢长大 而如今 他却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偏偏 还是为了救自己而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